没办法 朝晚点 一会儿就到 坐吧 没关系 我们的时钟到了中国 总要播慢点 我已经习惯了 没办法 我们大部分的中国人 还是看着太阳测时间的 等到他们都有了手表 就会准时了 但愿如此 我不希望船误了时间 我担心的是 这批货能不能安全送到码头 放心吧 船是我们自己的 放心吧 没问题 我已经为这批货 买了最贵的保险 为什么 钱了鸡 茶叶而已 为什么要买最贵的保险 鸡 不是 是鸡 同志们 在谷家的酒会上 杀德洋忠这条老狗 是千载难逢的好计划 今天的这批枪 一定要顺利与进场 快走 站住 别跑 站住 快走 站住 别跑 站住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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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你们干什么 好想自个 赶你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看来你和这个革命党 是通伙 男人呢 有 给我抓起来 是 到底是这么回事 等等 长官 你一定是误会了 这位是我们和庆银行 少东家 我们再跟洋人 谈点事 您怎么能说 我们少东家 是革命党呢 这一定是误会 这位谷先生 是我的朋友 你放了他吧 想用洋人来做党金牌 洋买办里面十有八九都是革命党 是吗 你说我是革命党 有证据吗 拿出证据来 好啊 有证据是吗 来人呢 开箱业货 是 慢 我不同意 没关系 让他验 我还不信从茶叶里能查出革命党 好啊 你查吧 好 开箱 搜 是 是 长官 这里有问题 抬过来 是 这是怎么回事 好啊 你在这里走私文物 现在人赃据获 还有什么话好说 来人呢 要 把他拿下 是 住手 杜军 混账 杜军 还不快滚 是 滚 走 顾少爷 邓总长已经关照过了 没事 没事了 告诉 走 走 人杰 这么快回来了 怎么样 还顺利吗 您跟德舍国之间 到底有多少交易 我不知道 你什么意思 我还想问您 到底怎么回事 把话说清楚 茶叶里藏了什么东西 您不清楚吗 这么说 你都知道了 你是觉得我知道的多了 还是知道的少了 凌桀 真没有想到 你是我爹 原来你一直把我蒙在鼓里 当傻瓜 放肆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你太让我失望 就是因为你是我爹 我才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我以为我们之间没有隐瞒 有 有很多 因为你还年轻 这个世界 对你而言才刚刚开始 我告诉你 这只是一件小事 一件小事 小事 我们有那么多正经的生意可以做 为什么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买卖 这就是生意 这就是买卖 有人肯买 自然有人肯卖 是不是婚姻也是这样 有人买就有人肯卖 这是两码事 不要混文一谈 而且啊 有很多事情你根本就不懂 好 那我就问问得什么 锦云看看这些东西喜不喜欢 老爷前几天就交代了 要我到库房去帮你找些陪价首饰 我折腾了一上路 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索性啊 自个做了个主 挑了这件 我只管挑了些值钱的 样式啊 没怎么仔细挑 你要是看了喜欢呢 就留下 不喜欢呢 我就差人送到聚宝宅的原师傅那 重新改变一些新的样式 那可要像三姨娘手上的样式啊 这 这哪是什么好手势啊 只不过是 老爷哄咱们开心的小玩意儿 虎虎不识话的还行 这要是拿去当陪价 还不让人笑话呀 多谢姨娘 给我挑了这么多的手势 我本来就不挑 也不懂什么款式 你要是觉得好 就都留下吧 我就知道你明白三姨娘为你的心 三姨娘从来都是处处为你打算 肯定不会让你吃亏的 小姐对着自家人当然不会吃亏了 可对着外人啊 可要吃闷亏了 这是什么话呀 这外头有谁多长了一个脑袋瓜子 敢让咱们三小姐吃亏受气 九儿 你胡说些什么呀 我可什么都没说 我只记得上回 小姐不知道在哪里受了气 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哭了一下午 还饿了两顿饭呢 这是怎么回事啊 金云 姨娘 你别听得胡说 没有的事 谁说没有啊 就是上次老爷 请古老爷 还有古大少爷做客那天啊 九儿 这是怎么回事啊 金云 你有什么委屈可别进往肚子里哥 要说出来 三姨娘才好为你拿主意 除非你信不过你三姨娘 那你说出来 是谁给你这么大的气瘦 福爷好 福爷好 三姨太 三小姐好 什么要紧的事啊 要找到三小姐的房间里来 前庭有客来访 老爷又不在 打发了就是 是古少爷 是准姑爷啊 怪不得你要找到这来 我 我不要见他 我明白了 这会儿啊 我也不问你是怎么回事 三姨娘只管教教你 怎么出气就行 我不去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实心眼呢 你这孩子没过门 就被人踩下了 你要过了门 你还翻得了身吗 古少爷 让您久等了 真是怠慢 我们家老爷出门房友 应该快回来了 您再坐会儿吧 不必了 既然老爷不在 麻烦您带句话 就说我再来拜访 告辞了 古少爷 三小姐 古少爷 敬云 古少爷 你们有什么 就好好谈谈 得福 走吧 古少爷 请坐吧 你三小姐还站着 我哪敢坐 我坐下了 现在你可以坐了吧 我是来找世伯谈事情 既然她不在 如果三小姐 没什么吩咐的话 我告辞了 古少爷 你不觉得 你这么做很过分吗 那三小姐的意思是 我应该给您 跪个安 才能告辞请退吗 你什么意思呀 没什么意思 论地位 您是官 我是民 老实说 我没资格跟您 谈婚论嫁的 您明白吗 你来找我爹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吗 我来找你爹 谈生意上的事 仅此而已 三小姐 我不想伤害你 但是你不觉得 接受这么一段 没有感情的婚姻 对你我都是伤害吗 是我爹逼你的吗 是德骨两家的利益 你胡说 我们德家不缺钱 我爹干嘛要什么做呀 我们两家有生意来往 你不知道吗 事实上 是你不愿意娶我 如果是这样 你当初为什么要答应 这门亲事呢 因为我做不了主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我宁愿我自己 什么都不知道 你可以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这么做 究竟是为什么 你想过吗 你这么做 我爹他不会放过你 古少爷 我穿火防备了晚饭 吃了晚饭再走 古少爷 老板 有什么好吃的 来两个 是 我这儿啊 你这儿 一定是不够的 是吗 好 你回去吧 老板 再找快点 好嘞 光咱们银行 德总长名下的存银 就有178万 还不包括德家的紧亲 和姨太太们的私房存银 此外 这南北三十一家的点难行里 合资有十三家 还有淮庆 海庆 两家水陆货银行 都有德总长的一半过分 听说啊 他还和三爷 在天津合开了几家沙场 这银行里的买卖 我就不太清楚了 有很多事情 你根本不懂 对对对 好 谢谢你了 谢谢你 老爷 电话倒是接通了 可是 银行那头 没人接听啊 少爷会不会和他的朋友在一起啊 哎呀 要是真和他的朋友在一起 老爷他能这么不高兴吗 真是的 老爷 怎么搞的 去了那么久啊 老爷 我刚从德府回来 大管家告诉我 大少爷今天下午确实去过德府 但是坐了不久就走了 德总长今天下午有事 正好没见到他 是德家的三姨太和三小姐接待了他 我知道了 老爷 你看天都这么晚了 我们是不是再派人去找一下少爷啊 我是怕少爷的头疼病 万一犯了 就 雨强 哎 你立刻再去一趟银行 说不定他就在那 好的 我现在就去 大少爷回来以后 马上告诉我一事 是 老爷 哎 那酒会的事 照常进行 啊 万一大少爷来不了呢 一条狗养三年打都不走 何况是人呢 没这个家 他连狗都不熟 他会回来 想什么呢 爹 你吓了我一跳 有心事 嗯 没有 我在想 这些救济的衣服 嗯 该洗的洗 该送的送了 哎 古少爷 说过什么时候走吗 没听过他说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呀 没什么 我只是想 我们是不是应该送他一下什么的 到时候再说吧 雨童啊 你是不是跟古少爷 没什么 你别瞎猜 你看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就堵着我 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哎 我才没顾不开你胡扯呢 我去 洗衣服了 哎 雨童 雨童啊 要真没什么 别倒也就放心了 哎 那 要有什么呢 要真有什么 爹一定会反对到底的 为什么呀 为什么 你这么聪明 这其中的道理 还用得着我来告诉你吗 哎 雨童啊 爹不是老古董 也不是说古少爷不好 我只是觉得 你们之间差得太远了 那爹的意思是 你想想 一个银行的少东 会娶什么样的女人为妻呢 他是要娶一个 会过好日子的女人为妻 穿金带银和吃苦耐劳都一样 上帝给人的考验 都是公平的 你只有一种选择 也许 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 爹真的不愿意看到 你为了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 而受到伤害 你懂吗 感情要是这么致耗的 那就不叫感情了 雨童 你不会是真的 也许 你只是把它当作和丽涵一样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 我跟丽涵从小一起长大 我们像兄妹 我们的感情从来没有任何千万 可是跟她却不一样 她 好像总有什么线牵着似的 剑都强不断 你看你 我越说 你还越往里面钻 我真后悔当初 不应该接受她的帮助 再让她有机可乘 爹 她不是那样的人 那她是什么样的人 算了 我不跟你多说 现在 她也马上要走了 雨童啊 这件事情 你还要慎重 谁啊 陆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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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 大少爷 雨童 雨童 叶姆士 来了 来了 叶姆士 叶姆士 麻烦你跟我出去一趟 怎么回事啊 我 我 其实 丽涵 是不是你爹说是 不是 是我一个同学 他受了伤 要是重伤的话 恐怕还得去医院 就是因为去不到医院 所以才来找您的 丽涵 不要担心钱的问题 首先救命最重要 不是 他中的是枪伤 枪伤 什么都别说了 在这儿等我 我去拿点东西啊 哎 丽涵 你的同学怎么会受枪伤呢 他可能是革命的 咱们快点 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快走 他在哪呢 在我家呢 还在流血吗 是啊 伤得很重啊 人姐 嗯 你怎么在这儿 嗯 我先来看看你 就叫了一辆人力车 你什么时候来的 不知道 你是不是喝酒了 喝多了 那你怎么不进去呢 我想看看你就走 不想打扰你 明洁 明洁 嗯 你怎么了 所有的人都觉得 我是银行大少爷 想要什么都可以 其实 我什么都没有 要什么都不可以 我没有权利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没有人知道 我想要什么 那你想要什么 我要你 我想要你 我想要你 你怎么能不能进去 我根本买你 就是你 我很谈造 想要你 那你 我 就是你 我 那你 你 我 你 aus 这辈子我都不想让你离开我 他还问了一些什么 问了咱们银行和德宗长财务上往来的一些事情 其他的就没问了 你都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了 三爷这都是明白这 我要是 长茂 我求你了 我说过多少次 有些事情是不能告诉他的 他不具备那个能力会害了他 老爷 三爷 我再派几个人去洋人公馆找找吧 对对对三爷 大少爷可能跟洋人在一起喝醉了 所以才没回来 这大少爷从来没在外面喝醉过酒啊 即便是喝醉了 那也早该醒酒回家了是不是 就死马当活马医了 不是你怎么知道找不着 咱们还原酒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说咱们老是这么瞎蒙乱找的 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那你倒出个好主意啊 到底有完没完 瞧你们起个紧张 昊玥 回去 喝你的茶 听你的小曲儿 休息 老爷 那还原酒会的事情 我说过 回去休息 老爷 什么事 说吧 我想到一个地方 也许少爷 我不想听也许 我不想再菜了 告诉我他在哪 他在什么地方 西山小礁堂 那去找啊 是 那我就不远送了 您留步 告辞 好的 你好 爹 他来找你什么事 没什么 他只是问 古少爷有没有来过这里 那你怎么说 当然说没有了 我告诉他 古少爷已经很久没有来过了 雨桐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是在想 他找古少爷 怎么跑到咱们这儿来了 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爹 你困了吧 一宿没睡 你回去歇一会儿吧 有事我在叫你 也好 不知道那个受伤的人 现在怎么样了 我还不说 我还没睡 你 自己的 我还不想 现在 又要怎么办 那怎么办 我还不想 再来 我还不想 走走 好 行行 这园子不错 走 快点 注意安全 你快一点 你怎么才来 赶快 来 赶快 搬进屋 搬进去 都小心点 轻盘轻放 行 行 行 来 慢点 走 少爷回来没有 没有 好 我去回报三爷 你们两个给我在门口 小心照应 今天来的可都是 有头有脸的 千万不能出任何插座 知道吗 是 明白 进来 怎么样 老爷 还是没有找到少爷 老爷 邓总长的车 马上就要到了 你们先忙去 我马上下来 是 老爷 爹 咱们走 小兔崽子 没长毛就想飞 快点啊 来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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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姐都来了 哎呀 哎呀 我叫我叫我叫 小兔崽子 小兔崽子 客人快到起了 来来来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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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喝点啊 三一号 都来了 三一号 哎 你好 一定要尽兴啊 三一号 三一号 哎呦 你也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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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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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你要报吗 先生 先生 你要报吗 谢谢 卖报 卖报 最新早报 卖报 卖报 最新的早报 舍身相救 盼物受牵连 盗罪不统 殊途同归 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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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你俩照相啊 这位是 这是我副手 怎么换人了啊 师父病了 好 那你们好好干啊 在那边 快点 快点啊 看这边 准备 一 二 三 对不起 我真的不能去警员 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 你刚才说了什么 你脑子清楚了 你是不是喝了酒还没有醒 现在楼下可是高棚满座 你看到了 你想让大家看我们的热闹吗 给你一刻钟时间 把你自己洗干净 到楼下见我 爹 你明明知道这么做对我没用的 你是我爹 可以命令我 可你也是最了解我的人 就算我完全按照你的意思去做 结果也一定不是你想要的 你什么意思 我像锦云姑娘绝对不会想要一个连碰都不想碰她的丈夫 德士博也不会想要一个整天醉生梦死不务正业的女婿 你也不会想要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儿子 如果我娶了锦云 结果就是这样 您何苦逼我的 是你在逼我 在这个结果眼上 你是想把我逼死 或者是想把我逼疯 这女孩是谁 这件事跟她没关系 但是跟你有关系 跟这个家有关系 为了一个女孩子 你不惜把这个家给毁了 想毁掉这个家的不是我 我仔细地想过这个问题 您现在用这种方式和德士博合作 到最后 早晚咱们的生意 会落到她的手中受她掌控 没错 她是给了我们一些方便 可她在利用我们 利用我们跟杨商的关系 我们只是她的工具而已 接着说 我们的银行离得开她吗 我们的水路货运离得开她吗 我们的哪一样生意 摆脱得了跟她的关系 现在连我都快成为她的女婿了 爹 我们现在还有什么 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们必须一步一步 摆脱和她的关系 就从不取景云开始 这么做的后果 你想过没有 我知道 可是为了以后着想 暂时吃点亏是值得的 好吧 我答应你 不和锦云结婚 但是 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把今天度过去 怎么过 酒会照常进行 那还宣布宣布结婚的事 当然要宣布 为了顾全颜面 日后找个借口 再推掉就是 那怎么行啊 如果近人极致了 德士部更不会让步了 那也是 正如你说的 眼前吃点亏 为了什么 为了将来 那就不足为奇了 老茶姐 大总统为了巩固 他在国家的地位 成立了军政执法处 血腥捕杀革命党人 手段极其残酷 多少革命党人 既无故百姓 莫名失踪 不计其数 我们这次行动 之所以会选择这次酒会 是因为参加的 多为内阁要员 和使馆商界洋人 没有进军把守 这次酒会的主要贵宾是 内务总长 德雅仲 此人贪财好色 专权把握 在宫中敛财 为大总统的野心 铺满了电脚的近传 我们这次的行动目标 就是他 三爷 刘总长 照个像吧 好啊 来来来 大家照个像 好 请各位站好了 准备了 笑一笑笑一笑啊 准备 大少爷到 来靠近点 靠近点啊 笑一笑 刘总啊 任杰他到 好 预备 等等 任杰啊 过来 来 倒水 来 来 叫往边上 准备好了啊 预备 好 诸位 请等一下啊 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今天来了很多宾客 我很高兴 不好意思 让一让让一让 总统的机场 我得紧紧了 你们怎么看场子呢 保护少爷 快吃 怎么搞的 怎么搞的 小心 老爷 老爷 你没事吧 老爷 老爷 你让他回家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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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老爷 明兄 defens的 小金 近面 快 luent 快点 快点 先生 请 先生 快点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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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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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的学生到那边都接受检查去 这什么东西 站住 什么人 这干什么 干什么 我叫杜丽涵 杜丽涵 你可知道这间杂志社的编辑叫陆明香 当然知道了 他可是我们这儿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学长 学长 你可知道这小子是革命党 哟 这样 这帽子可不敢随便戴啊 和他一起行动的人昨天被抓了 已经供出他就是主 这事还会有假 报告 讲 远古代 是 你知道他住在哪吗 听说是住在一位远房亲戚家 具体在哪 我也不清楚 我可警告你 协助无藏革命党 那也是杀头之罪 是 亮也没有这个胆子 知道消息以后马上通报我们 知道吗 爹 坐 别担心 我没事 爹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包大夫说您好好休养 过几天就好了 银行里有很多事情 哎呀 银行的事你就别管了 交给我吧 您就放心吧 爹 对不起你啊 人家啊 别这么说 我知道很多事情让你受委屈了 但是请你相信这个世界上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相信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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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